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 Newton Kids的神奇世界 Ib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科学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s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脾气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果热的太阳 从古至今 世界各国的人 对太阳都很尊敬 因为太阳会放出光和热 没有太阳就没有温暖 植物、动物 也没办法生长得好 不过 以前科学不发达 人们不了解太阳 所以不知道太阳 为什么白天升起 晚上落下 因此产生了很多传说故事 在埃及 人们以为太阳就是太阳神啦 啦每天从东边出现 照亮了白天 到了傍晚 就被西边的大地女神 那吃下去 大地变成了黑夜 第二天 啦会再被那生出来 又从东边升起 再绕天空一圈 而在古老的中国 传说太阳 是一种有三只脚的金乌鸟 它每天从东边飞到西边 本来金乌有十个兄弟 让地球上的人们被晒得受不了 后来后裔设下九个太阳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太阳了 而在寒冷的北欧 人们则传说太阳女神苏尔 每天驾着天马车 去火焰国取来大火快 把火快从东方运到西方 当它经过天空时 天马发光 火快发热 把整个大地照亮照热 这些故事都是因为太阳太遥远了 人类不了解 才想象出来的传说 真好玩耶 古代人的赏上力真丰富 是啊 到了现代 人类有了天文望远镜和太空科技 才对太阳有了真正的认识 那iBox 赶快变飞机 我们飞到太阳去看看啊 这次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会被太阳融化 变成一杯iBox浓汤 啊 怎么会 接下来 你听我说太阳有多热 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阿斯克 你看书上这张太阳的近距离照片 这是太阳吗 好像地球喷出来火红的岩浆 看起来像颗大火球耶 很热是没错 但这不是岩浆哦 太阳几乎都是氢气组成的 这些氢气不停地融合 爆炸和燃烧 才会不断地放出光和热 啊 太阳原来是气体 那我们如果飞到太阳去 根本没有地面可以降落嘛 是啊 这样你知道 为什么我说这一次不行了吧 我懂了 可是人家想去看看 伟大的太阳到底有多大嘛 那我来告诉你 太阳的直径有139万公里 而地球只有12745公里 所以整个太阳的体积 大约等于130万个地球 哇 这么大 那根本用不着担心了嘛 担心什么 担心太阳有一天会烧光 害地球上的生命全部死掉 变成世界末日 哎呦 想太多了 太阳还会继续燃烧五十亿年 除非你能活到五十亿岁 不然根本遇不到 安啦 那我就放心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哈哈哈 太阳到底有多热啊 明明离地球这么远 还能把我们晒到脱皮 起水泡 太阳是个不断爆炸 燃烧的大火球 表面的温度超过摄氏 五千五百度 核心的温度更吓人 高达一千五百万度 哇 难怪你说如果飞上太阳 你会融化成 Ibox浓汤 融化已经算客气了 其实所有的东西 在还没有完全靠近太阳以前 就会全部被烧光 完全不留痕迹 连我也不例外 啊 想靠近都靠近不了啊 没错 太阳的热气 会从表面往外喷 形成一圈很大的热气层 叫做日冕 大约是太阳的两倍大 光是接近到这里 温度就高达摄氏几百万度 根本无法靠近 真可怕 太阳这么烫 太靠近太阳的星球 不就被烤焦了吗 对啊 还好 在太阳系中 地球和太阳的距离 刚刚好 不像水星 金星 距离太阳太近 被烤得又干又烫 也不像天王星 海王星 离太阳太远 冷得要命 根本不适合居住 这样听起来 我越来越爱地球了 地球万岁 阿斯克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情了 不好意思 我被太阳的热情传染了嘛 Apex 大发现 你快来天文望远镜这里看 看什么 这么大惊小怪 太阳脸上长出黑色的雀斑呢 啊 那不是雀斑 是太阳黑子 科学家老早就发现了 太阳黑子 我怎么没听过 太阳黑子 是太阳表面最冷的地方 因为发出的光和热 比周围来得少 所以看起来比较暗 就像太阳长了黑点点一样 原来太阳也有冷的地方 我还以为太阳整个都热到爆 热到爆的地方也不难观察哦 你仔细看 太阳表面的氢气爆炸 就像热开水一样 不停地翻滚 那些热气向上冒出来的地方 又热又亮 形成一颗颗的米粒斑 真的耶 一粒粒白白亮亮的 好像米粒哦 而最白最亮这些地方 则是爆炸形成的闪夜 有些地方还会喷发出 又高又大的日耳 形状就像太阳长出小耳朵 如果这样 那我们飞去太阳的时候 躲在比较冷的太阳黑子上 不就安全了吗 根本不安全 太阳黑子的温度 虽然比周围低 但还是超过摄氏四千五百度 够把我iBox蒸发成气体了 阿斯克 我问你一个问题 太阳会发光 发热 还会发什么 嗯 嗯 我想想哦 太阳会发 呆 发牢骚 发脾气 喂喂喂 你的想象力还真丰富 答案是 太阳会发疯了 太阳发疯 怎么可能 哎哟 不是太阳发疯了 太阳爆炸的时候 会喷出许多带电粒子 一大群往外喷发时 就像风吹出来一样 所以叫做太阳风 哦 那太阳风会吹到地球上来吗 会啊 它们从太阳表面释放出来以后 会一直飘到太阳系的边缘 把太阳系的各个星球都包围住 包括地球在内 啊 糟糕 那我们会被烤焦耶 快逃啊 你先别慌 平常地球的磁场 就可以抵挡太阳风造成的电磁波干扰 别担心 安啦 哟 又被吓一次 只不过 每隔十一年 太阳表面的氢气爆炸 会比平常更激烈 形成猛烈的太阳风暴 如果太强烈的话 地球磁场可能也挡不住 那怎么办 这太阳不要制造太阳风吗 没有太阳风也不行啊 因为太阳风 就像太阳系的保护层 会保护行星 不会受到其他宇宙射线的伤害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还有针头痛耶 哎 你又在担心了 你看 地球上的生物 现在不都好好的吗 这表示大家天生就有能力 和太阳风和平共存呢 对耶 原来太阳发风不可怕 太阳不发风才可怕 哇 别再乱说 再说换我要发风了 阿Bug 听你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古代人把太阳当作神 一点也不夸张 是啊 虽然传说故事都是想象出来的 但是太阳对地球真的很重要 几十一年来 太阳不停地燃烧 发光又发热 让地球有春夏秋冬和气候变化 也让地球变得温暖 适合各种动植物生存 嗯 尤其冬天的太阳 晒得人好温暖 好舒服哦 不止这样 地球上的植物 吸收太阳光的能量来生长 动物在吃植物的营养来生存 如果没有太阳 地球上的生命将永远消失 哎 哎哎哎 阿斯克 嗯 你的做什么 我在找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把太阳眼镜 防晒油 和伞找出来 准备去晒伟大的太阳啊 嗯 很好 适度晒晒太阳有益健康 等你做好防晒准备 我们去晒伟大的太阳 好 出发 Let's go